现代科技 蓬勃发展的时代 如何把握未来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其实是从1978年开始的 那时中国刚刚开始 在农村地区施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 简单来说吧 就是你家自己里面生出来的粮食 一部分上交给国家 另一部分剩下留给自己 因为交给国家的部分是固定的 所以你剩下越多 你得到也会更多 这样呢就大大提高了农民 去努力工作的动力 之前他们的争策 非常不符合全球发展的趋势 所以那时候 让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 中国的增长率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 平均达到百分之十 是目前全世界 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这就完成了一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经济强国的重要性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中国的生产率和人民的工资举止上升 组成了中国为了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这个经济发展的奇迹 让八百万人 怀疾了贫穷 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 第一次感受到中国 那时候 我只是一个对中国一直半截的毕业生 在北京生活的十年里面 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 中国这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 这样的快速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呢 原因特别简单 就是中国有巨大的人口数量 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 在中国非常多学生正在学习和科技有相关的专业 我们从中国政府数据了解到 从2000年到2014年 学习科技和工程学的毕业生 从36万费数整到165万 中国政府为了发展科技 创新指定了150个高线区 当然这个数量还会继续增长 风险投资是对创新行业发展关键的一点 如果要发展产品就离不开资金支持 这方面在这些年已经转变了很多 也变得更容易 你们看这个中国人特别会能数钱 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也都不会这样数钱 有一些学校 他们就专门给那个学生教怎么数钱 中国的一些技术学校里面 就会专门培训学生怎么数钱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 做到了世界第一的无限金社会 什么是无限金社会呢 是口袋里面没有钱吗 当然不是 现金社会是为止疑 电子支付方式取代现金支付 刷卡支付 移动支付等无限金支付的方式 称为主流支付方式 这并不等于不用用现金了 只是支付方式不仅仅限于现金支付了 在中国的商户们 不用购买昂贵的支付终端系统 只要有手机 就等于你已经可以实时用无限金支付了 所有在市场里面的卖家和街上的乞丐 都能接受无限金支付 就像这个 来 现在我们可以假装和回中国一下 看看这些 这里是深圳 看起来很厉害吧 在1979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宣布将一个只有三万人的渔村 变成特殊经济开发区 今天这里已经有1200万的人口了 然后这里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城市 它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创新中心 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 它对人口的迁移没有限制 在1980到2016年间 深圳的年均GDP增长达到22% 然后在深圳的南山区就在这边 那里的人均收入都已经超过香港了 本地的公司从过去以靠为国外的生产科技产品 到现在他们自己生产自己的产品了 然后大家都记得这个吧 就MP3 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关于它的山寨货 但这些都是专时的 现在在深圳在吸引者企业来中国 来自己生产新的产品 很多国际大公司会瞄准深圳 向他们学习最新的创新趋势 其中一个公司已经开始建造数字化手术者 和外科手术机器人 你们的手机都装微信了吧 来举手谁没有装微信 好像没有 大概所有人都装微信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微信就是从深圳开发的 这一个公司叫腾讯 这间公司的价值已经达到25亿美元了 然后这个大江创新或者DJI 谁还想到目前最受欢迎的小型无人机 全是深圳的呢 这就是中国从模仿到创新的一个过程 来我们说了太多中国的东西 我们再回马来西亚一下 在几十年代初期 敦马哈迪尔将在吉隆坡的政府区 分敦到一个另外一个办公区 他开发了一个地方叫塞城 塞城作为了一个把马来西亚 带入新系时代的标志 在1997年的时候 电机仪式在吉隆坡南面的 油种种植园举行 塞城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 然后在前几年 这个城市从零开始 到变成一个有从英国 北美 日本等国际的大公司 相续堕落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塞城会发展成为 一个全球技术中心 这里不仅有那些传统的IT公司 也有各种新型的奇数企业 塞城从成立现在到21年前 发生过了什么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 他完成了从一个IT中心到全球 知识中心的转型 政府希望那些国际化的科技公司 可以在塞城作为他们的区域总部 另外政府也要把塞城打造成一个和中国模式 差不多的无现金智慧 就这样像这个的Pasar Ramadan 他们在那边都已经开始用无现金支付了 也就是说 在塞城的所有的商家 要可以支持使用至少一种的无现金支付方式 在塞城的三万学生都非常适应各种新的科技 在对在这里测试新的科技都非常重要 目前塞城已经安装了 可以供我们实时检测空气质量 体温和湿度的低成本装置 在这里有一段大概四公里的公路 有八个红绿灯 它以前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开车从这段路到另一端到另外一端 需要三十五分钟 我们都应该都特别讨厌红绿灯吧 对吧 这通过端子就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安装了一个智慧红绿灯之后 通过这段路只需要十二分钟 然后每一个路口都装了摄像头检测 汽车流量的系统 有一个机器人公司 已经在塞城做了一个 开发人类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的基地 同时也就在几个以前 塞城的路上已经出现了 无人驾驶汽车 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是我自己拍的 这是一个Proton 然后他们就装了一个 无人驾驶的系统 看看就没有人在那边坐 工想单车和工想充电宝也早就出现了在这里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质疑新的科技和他们会带来的后果 就是他们会取代系统的传统的工作吗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的工作 会以后会消失吗 简单举个例子来说 说ATM 第一个ATM是1967年在伦敦安装的 它就是一个银行自动化的一个标志 如果你想想看 它并没有取代人的工作 它帮助人们提高了效率 绝省了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 更多复杂的东西 那么工厂呢 在很久以前 所有东西都是人们手工组装的 现在机器人都来组装 现在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Burkin的这个包了吧 它就是工作 手工制作的 这样的工种 机器人恐怕永远无法取代 在将来这些工作 大概也会这样 我们会更关注在自动化 和如何让复杂的东西 变得更简单 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就 不用再开车了 因为已经有无人驾驶汽车 公路可能就要被设计成 不同样的样子 以方便更有效力的行车 和占用更少的空间 这样会减少交通事故 辞职的也会被不同了 因为会使用新的材料 来制造汽车 我们的孩子的未来 都可以学习各种新的科技 现在已经有小孩子们 在学习编程了 这项技能对大部分未来的工作 是特别重要 因为未来将会被计算机 和自动化掌控 总的来说 就是技术会让我们更高效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 不同行业的新机会 赛程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一直都变成非常重要 一些怀疑论者 总说赛程已经失败了 但是我们选择相信 它会成了一个 为国家开发创新最好的地方 从现在开始的五年里 它变成全球技术中心的愿望 一定会成真 有一件事情 必须要确认的是 就是我们一定不能落后 马来西亚需要坚持 持续的创新 观念和思维的转变 才能让我们的国家 继续前进 虽然我们的国家和中国 比起来很小 但是历史上证明过 我们在一些利基行业里 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我们的政府一直支持 创业和创业的生态系统 已经有很多家 支持创业的政府机构 得到资金支持和五到十年前 相比已经容易很多 已经有很多天使 投资人们愿意投资 给新的公司 将赛程这样的地方 在立即创新这方面 也会变得更重要 当然最终受益的将会是 我们国家的人民 所以呢 预测未来的最好的方法 是去创造未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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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